请问各位一个问题 天下有人姓鬼的吗 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 弟弟确确是姓鬼 天下有地方会称为鬼吗 大概也没有 所以鬼谷子 实际上是因为这位姓鬼的 我认为他应该叫做应变大师 我们现在很喜欢用什么谋略大师 谈判大师 其实这些出发点都是不对的 谋略干什么 大家诚心诚意来往就好 谋略干什么 谈判的目的就是要赢人家 然后假装没有赢 要不然就谈判干什么 实际上那些都是闲事 你看公司的买卖 你就两家公司自己谈一谈就好了 不行 他一定要请律师 两边的律师 他很有默契 就说这种买卖 其实我们两个小时就解决了 但是两个小时 你能够赚人家多少钱 所以我们谈谈两个礼拜 两个小时填完了 天天喝咖啡聊天 然后拿他两个礼拜的钱 这就叫律师 其实人类是很愚昧的 多半都在自己骗自己 然后越骗越觉得很有学问 所以大家才知道 老子为什么认为说 人类有知识以后 其实是走下坡的 不是走上坡的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人类本来是没有文字的 没有语言的 那时候反而过得很好 有了文字以后 连神鬼都不安 不要说人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把大家的观念稍微调整一下 人只能应变 不要创新 你看现在就是因为创新创新 所以搞得乱变 搞得个乱七八糟 你看水龙头本来都是这样 一打开就好了 现在不行 这样打开不行 男也不行 压下也不行 冲上也不行 后来气得很 他们喷的女医生都是 设计师已经将难才尽了 他遍布出什么花样 你看那些一出来的设计大师 每个人都长得很难看 人要会看这些 而不是读史书 人不能不应变 为什么 因为一切都在变 你不能不变 但是不变的后面 有一个变 而变的里面有一个不变 这是中华民族最高的智慧 这是中华民族最高的智慧 叫做以不变应万变 但是这句话最起码被骂了两百年 因为很多有学问的一听 什么以不变应万变 要以万变应万变 这种人是读不同书的人 原则是绝对不能变的 你看我们读鬼骨子 多半是从两个人身上读到它 一个叫苏勤 一个叫张瑜 因为苏都记载 苏勤张瑜的老师就叫鬼骨子 这个对鬼骨子来讲是很大的侮辱 因为鬼骨子所有学生里面 他最不喜欢这两个家伙 就是你们两个搞得天下大乱 而且他有一句话始终他不敢讲 因为他毕竟是老师 他的话是什么 他说你不想想你自己叫什么 你就叫苏勤嘛 你们两个再怎么搞 搞得最后就是出给秦国嘛 你看秦国统一六国 你们两个搞什么 多死一些人而已 天是有天数的 一个人不知道天数就叫乱搞 所以这些观念才是我们二世一世纪人应该有很深刻的机会物 否则的话我们知识越普及 社会越乱 社会越富有 越不得安宁 所以我们把它证明叫做应变大事 但是要有原则的应变 否则就是乱变 认识一个人 认识一件事情 最要紧是证明 明不正言不顺 我们看到史料上的记载 他姓王 他姓王明许 春秋战国时候的人 隐积在 荷兰 云梦山 这个地方现在还在 名字也没有改 他 里面有一个地方 就叫鬼谷 所以 大家都说他自称鬼谷先生 其实这段记载 是不正确的 我必须要说明 历史多半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 你看我们中国的历史 从哪个朝代开始 从汉朝开始 汉朝以前没有 汉朝历史观开始要写 历史 那最倒霉就是秦始皇 最倒霉就是秦始皇 你舍身处地将心比心 你在汉朝你敢写 秦始皇是好皇帝 你只要写上这句 你全家都被杀了 因为刘邦就很生气 那就表示我不对 把这么好的人杀掉 所以想了半天 只要写他是暴虐之君 历史 历史经常是为政治而服务 而且历史观 多半都死得很惨 所以要读历史 不要做历史家 你比较幸运 你看我们有正史 一定有野史 我们宁可不看三个字 我们要看三个原意 我讲事情都是根据事实 而不是根据诗本 诗本 因为书本多半也是假的 因为他不都不这样写 他不这样写 他就没命 这是读书人很大的无奈 你看我们国学 从汉朝以后就节节败退 为什么 因为读书人太可怜 什么都不敢做 什么话都不敢讲 只敢做两样非常无聊的事情 一个叫考据 一个叫训谷 然后心里头很多创将不敢讲 最后每一个人都是什么 郁郁而终 这是我们应该把它扭转过来的事情 否则读书人白读了 我问你真的假的又怎么样 真的又怎么样 假的又怎么样 何况你说真的 几十年以后又被推翻掉了 那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这样你才最佩服中国人 西方人卖古董 你问他 你这古董是真的假的 他脑筋很直啊 脑筋很死啊 他就有两个答案 一个真的 一个假的 中国人绝对不会的 你这个古董是真的假的 他只有一个答案 我保证他不是假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 这才是真话了 谁知道那个是真的 都是骗来骗去而已 所以很多人真的 把好东西都丢掉了 去学那些 很可怜 你看现在高科技的人 有一个特征就是 眼眶是黑的 然后脑筋是死的 什么都是SOP 做一个人天天SOP 就变机器人 那人生有什么价值 我在教大教授 我不会不懂 我只是觉得很可怜而已 然后他们又很自大 我什么都懂 完了 真完了 科技人最要紧的 就是要懂得普通的常识 他们没有 他们有很专业的知识 其实真正的面目在这里 应该写鬼骨子是这个骨子 不是那个骨 不是这个骨 因为他妈妈没有出嫁 他妈妈是吃了一个骨子以后 就怀孕了 大家会想一个问题 我们历代那种圣人 大概只有妈妈没有爸爸 很奇怪 很奇怪 这些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你看 老子 爸爸是谁 不知道 对不对 他妈妈就是在洗衣服 河旁边留了一个鲤子 他就吃了 就神了 所以就说他姓李 为什么伟人不能有爸爸 为什么 因为伟人如果有爸爸 那他爸爸一定比他厉害 就不是伟人了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我生个天才儿子 这是最笨的想法 你生个笨蛋 你很伟扎 你生个伟扎的儿子 你就完了 我讲这个其实是有道理的 因为在几代当中 只有有一个人出名 他会把子孙的福气 其实吃掉一大部分 会把上代的福气 吃掉一大部分 这也是老天很公平的一点 不会说所有人都处在你们家 不可能 风水是要轮流转的 所以你看孔子的儿子就不行了 那孙子是因为他的学生 说你是孔子的学生 我为了报答你爸爸 所以我把你教好起来 那最了不起是谁 其实最了不起是孔子的儿子 他讲的话各位都没有听过 他跟他爸爸讲说 爸爸 我的儿子比你的儿子好 跟他儿子讲 儿子 我的爸爸比你的爸爸好 我讲这话是《易经》的话 一切都是相对的 不是今天所讲的绝对的 没有这回事 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 叫做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到底谁有理 所以中文听到一句话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谁说的 谁说的 中国人对谁说的最有兴趣 在中国社会 你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 你敢说他是对还是错 你简直是 这个外国人是不懂的 他有婴的母亲 有羊的母亲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他婴的母亲是龙丸的女儿 他婴的父亲是龙丸女儿的情郎 她的阳的母亲是婴的母亲的灵魂 妇虏的一个王家的女儿 婴妇跟养妇这两个之间 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从实际的状况来说一说 你就清楚了 原来有一家富翁 他姓王 我们都称他缘外 王缘外 王缘外 生了个女儿 长得不怎么好看 所以王缘外 就很不高兴 我这么有钱 家事这么好 你怎么长这么丑 但是妈妈的心情就不一样 妈妈管你好不好看 我生的 就是我的女儿 我一定疼爱她 我想也许父母之间 会有点不同的感觉 这是人之常情 这个女儿不晓什么原因 长没有多大就死了 可死了以后 她就来复活了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他一定要把大体 我们叫尸体都叫大体 要放七天 然后才可以去入土为安 就是人到底什么时候 是死亡的 到今天科学 没有办法断定 没有办法断定 我们现在人 人一断气 就把他送到 兵库里面去 这是很残忍的事情 因为可能两个小时以后 他就复活了 然后就被被冻死了 所以今天人大部分都是被谋杀的 哪里是自然死的 积积满满要去火化 那更可疑 那么急干什么 我们有很多风俗 是非常有道理 只是现代人他不懂 他就制作主张 这就叫不孝 人什么时候叫死亡 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定的答案 各种情况都可能有 所以有的人 开关厌尸的时候 才发现好惨 因为是个钉子 一钉下去 他复活了 复活怎么叫灭用 怎么抓灭用 搞到这个筋疲力竭的样子 一开关才看见 原来是被闷死的 人他理论上是什么 是灵魂最后一次 离开你的身体 就叫死亡 但是什么叫最后一次 不知道 我们灵魂经常出效 叫仿神 只要你的隔壁 你在他面前晃晃晃 他都没有感觉 就像神已经出去了 所以不要骗人说 我很注意听 那都是假的 最多15分钟 你的灵魂就跑出去一次 有时候跑到美国 有时候跑到太空 能够回来就不错了 这才是真相 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龙王发现 他的女儿 爱上了一个 叫做不该爱的男人 一巴掌把他打死了 可是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们要学的东西 任何事情 你把他当坏事看 他一定是坏事 你把他当好事看 他绝对是好事 你看一般人 如果被父亲 一巴掌打死了 他会怀恨 他会怨 他会觉得 你怎么会这样 他把注意力 摆在这里 他就一点没有前头 龙王女儿没有 龙王女儿大概是听过 我们这个课 他说危机就是转机 你看 他灵魂啪一下就跑到 王家那个女儿 然后复活了 复活了以后 因为他带来的能量不一样 所以长得很好 越来越漂亮 父母非常开心 但是有一年 那个骨子长得不好 只有几颗长得非常 这样赚的 他又很关心 他就说 那几颗骨子不能吃 要留着做种 拿过来拿过来 那因为他是大小姐 所以他怎么讲 人都听 就把那几颗大的骨子 拿过来 就在时候 一阵风 把一个最大的骨子 吹到他嘴上去 他想吐 结果吞下去了 就怀孕了 就怀孕了 伟大的人都是这样怀孕出来的 园外这一世完全不会老他 他说我们家什么事都可以出 就这种事不能出 你长再漂亮也没有用 再可爱也没有用 赶出去 妈妈很心疼 派了一个侍女陪他去 带了一些干娘 赶出门去 那个骨子 就是他的情郎 所变的 他心里知道 所以他也很珍惜 出去茫茫人海 不知要到哪里 而且这种状况就是 天会晚得特别早 一下子就黄昏了 正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中年妇女出现了 就问她什么事情呢 她一无一失都说了 怎么怎么怎么 现在不晓得到哪里去 那个中年妇女跟她讲了一番话 她说我是王母娘娘 幸好你跟我讲实在话 如果你撒谎 我不会理你 你讲实在话 我一定只有你 你就到哪里去 自然有人接应你 你就安心在那里 把小孩生下来 以后再说 那这一段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到底我们碰到一个陌生人 应该说实话 还是不应该说实话 我不知道 有时候说实话会倒霉 有时候不说实话很凄惨 这才叫两难 欲经就是告诉你 一切都是两难 这个时候 不要翻百科全书 因为里面没有这条 百科全书就是说 你不要的 它通通有 你要的就是没有这条 这个时候要凭你的直觉 所以一个人 尤其是现在人 你要记住我这句话 你会活得很好 经常要让四神退位 让原神回复 我们身上有两个东西 叫一阴一阳 一个叫原神 元旦的元 原始的元 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神 一个叫四神 就是后天得到的神 后天的知识 你和我们现在都用 后天的知识来判断事情 经常是错误连连 你现在发言 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都是按照科学 搞得不可受使 你看最近就好了 欧巴马一心一意 想要整顿美国的枪支 因为美国枪支太可怕了 每年十亿这种滥杀 那比什么都严重 但是这个法案怎么也不通过 所以他就绕过国会 他说我用神经命令 我要管制枪支 后果怎么样 后果最近美国畅销物品里面 第一名的就是枪支 所以大家以前认为 只有中文政府一进 大家就很热烈反应 所以要一本书 畅销很容易 书同政府 进一进 马上畅销 现在连美国也这样 其实这是人性 人性 你不管没事 一管事情就很严重 我举的都是事实 而不是课本 书本里面的书 书本里面的书 是经过编辑委员会 那些人 所一条一条审查出来的 那些人有资格吗 把好东西删掉 把垃圾留给大家读 他才更聪明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时候该不敢讲实在话 要凭他的直觉 因为对面来的是谁 你不知道 人类太相信五官 而五官经常是骗你的 人类最不相信就是第六感 但是第六感是最诚实的 所以老实讲 我们讲《易经》 讲来讲去 普卦也好 做什么也好 都是引发你那个最原始的第六感 你这个引发不出来 你的书是百读的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他为什么会姓王 因为他最后 那个叫戒尸还魂 戒尸还魂的那个 是他的妈妈 他们家姓王 可是真正的灵魂 是鬼 就是被龙王 一巴掌打死的 龙王的女儿的灵魂 这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结合 那爸爸有没有人 当然有人 没有爸爸怎么会有妈妈呢 可是你去抱户口 你这样讲的话一定被骂 你胡说八道 你看我又说明了 说真话经常有人说你胡说八道 说假话他天天头头是刀 我们经常被迫 不敢说真话 这就是人类社会 为什么 太相信制度 太相信法律 你身份证是真的假的 谁不知道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像我的身份证 没有一个对的 为什么 是我爸爸去填的 我爸爸什么都好 就是数学比较不好 他现在我儿子什么时候生的 填一个的 他也很神了 三个数字 年月日 没有一个真的 我相信很多人这样的 很多人到了五六四岁 才去改说 我当年有早报了三年 现在我要退休了 这样不行 我要往后年 那干脆往五年算了 数字永远是做参考用 不那么准确 他要整理的时候 就说他很准确 他要徒利他自己 他说这就做参考用 这就叫谋略 谋略不是好事情 我现在讲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西方人重视 看得见的行为 中国人重视 看不见的动机 你动机是纯正的 你做假也没罪 但是法律不能接受这样 法律只看行为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希望 我们走上法治国家 这是我非常反对的 我每次都讲 只要我们试试法治 我能够做美国人 因为中华民族之可爱 就是他有情 有情的人不会完全讲法 他不会 因为那个法是死的 情是活的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社会 有盲目的 我很讨厌这些盲目的 说什么同理心 西方人有同理心 中国人哪里有同理心 一旦我们有的同理心 我们就完全没有同情心 你看现在没有同情心 就是这少数人在那里 自作聪明 同理心 同理心 而且讲得还很现代话一样 全世界人都讲理 但西方人的理是法理 他从法来 他只要合法 他就是合理 那是死脑筋 中国人的理是从情来 情境不同 各种复杂的衡量 那个理是会变动的 一个情理 一个法理 你怎么可以 把它看成一样呢 我没有看不起年轻人的意思 感谢观看